没有一只土字能活着做出史串 但是说到好吃的土字 比辰屯觉得是绝绝子 做法很讲究 你一定要看知识 一直准备跑出史串的新鲜土字 与行轮不及一二道零的速度 看成木子打下的丁 这个时候要注意 土字一定要先洗干净再看 看好了都不要沾水了 开始研制土肉 加入盐 胡椒粉 鸡尖 花椒酒 先抓缘 再放入小吃的或者是食用键抓缘 这是放在里面土字轮化的绝招 再加入干红薯粉 稍微多点 抓紧之后再下油烘出水粉 7个勺碎 加入姜葱 干纳椒 花椒 花椒酒 水开过后 调香后 下入土字 化到8分数定性 然后捞出来放到温水里面 这样土字吃起来更加的轮化 马上都开始炒料了 销售一控的朋友还是给我点个赞嘛 白哥 我给你点赞 自己人都不用少谢谢了 我谢谢的了 你快回去吃了嘛 锅里放混合油 吃起来香味更加醇厚 先加大蒜 再来干纳椒 花椒 炒姜 炒椒 炒香炒出炒椒的入上味后 再加豆瓣酱 继续炒香炒出红油 加一点点刀口辣椒 然后加入隔夜自来水 调味鸡精 味精 白糖 生抽提个旋味 一点点醋中和味道 加花椒面增加马味 再放香料包 如果没带我来个香料包 把屏幕上的香料炒香打成粉都可以了 先煮5分钟再大厨料炸 下入鸵肉 来点葱短 煮两分钟就干净熬出来 趁他不注意 撒花椒面 蒜末 葱花 两个芙辣椒油都可以收成了 这个菜看起巴士 来开饭咯 叔叔走 不要客气 你有点方可为主啊 哎呀一家人说这些 我给你这个菜做一首试 土豆真嫩滑 中哪又中哪 下酒又下饭 死了管怕 哎呀 你这个逻辑你下次会还是有点快呀 嗯 嗯 嗯